我今日訊息是講到神職性的醫治 目的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我們需要醫治 我們有這個信心 第二 我們幫人祈禱的時候有信心 和認識聖經講了什麼關於神職性的醫治 讓我們知道這件事不是很遙遠的 是神所應許的 不是很難的 也都怎樣使用我們來傳福音 因為這個都是聖經的模式 我們發覺耶穌開始傳道 他就是憑神職歧視的 然後那些人就大力去信主 還有他叫門徒出去的時候 他也都說你要宣揚 宣告天國近了 你要悔改 然後跟著就告訴他你要醫好病人 醫好大麻風 趕鬼 那就叫死人復活 就是說讓我們看得到 原來耶穌傳福音和門徒傳福音 而當時的門徒不是個個都有恩賜的 有些比較強 我們分建權兵和恩賜 權兵是個個都有的 信的人必有神職隨著他們 但是恩賜有些人特別強 就好像聖經是特別記載彼得和保羅 但當然不止他們兩個 都有其他的是有強的恩賜的 但肯定70個門徒出去 不會個個都一樣的恩賜的 即是有些強有些弱 但都是一樣使用這個權兵 所以這個權兵 如果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恩賜才使用這個權兵呢 不是的 是個個都可以使用的 但對於被醫治的人是很大的祝福 好像今天我們見到溫妮 很開心 是不是 當你想到不用動手術 很開心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們繼續祈禱 一直保持並且去醫治的時候 神做更大的工作 在我為祈禱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什麼呢 就是神在我們生命裡有奇妙計劃 這個奇妙計劃是好到不得了 是可以發揮我們的生命的 是可以提升我們的生命 各樣的祝福的 而這個計劃進入去是一定好的 即是無論我們現在的狀況如何 譬如你說現在我的家庭問題 我現在的情緒問題 家庭問題 或者各樣的生命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當你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我們的生命去不了 因為未去到神的位 那你去到神的位怎樣呢 其實很簡單 將生命獻上當作活際 我給你 給你掌管 然後我不效法這個世界 不跟這個世界的六模式 不跟從罪 而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叫我察現到神這個善良純存的喜悅的旨意 那你察現到第一步 接著就開始進入了 那我就一直鼓勵 Winley 神有個計劃 當你進入這個計劃 你先求神的國同義 你一切就加給你 神會喜悅你 神會說 你將來可以祝福很多人 祝福很多人的時候 你的腳痛不行 神就先治好你的腳 還有讓你經歷到在你困難中神去幫你 等你將來幫人的時候 有你的困難 你進入神的計劃 神又凡事祝福你 因為你先求祂的國 的時候 神的恩典就會來到 如果人不關心神的事 神想入 但是入不了 心打開 給耶穌掌管的時候 祝福到 而被祝福的真是很開心 是很大的祝福 明明有病的 可以被醫治 其實我經歷過 癌症被醫治 那個人真的很開心 在網上我都攝錄了 其實在網上你找回 癌症 然後找耶穆斯 你就會見到 那個人的見證 也有人十多年 膝頭痛 走路 他買了不同的鞋 但是他都是痛 但是後來醫護之後 他那時候走上十四樓 我們走上十四樓 在那裡祈禱 即是那個聚會 那天的電梯壞了 走上十四樓 他說我都不痛 而且他的手鎮了幾十年 手鎮了幾十年 有個同事就說 如果你的膝頭也好 你的手鎮會不會好 有一天他說 那同事經常看他 你的手沒有鎮 他回來作見證 即是說神的醫治是很奇妙的 所以對那個人是很大的祝福 首先就是聖經說了 神有這個醫治的大能 在約翰福音九章三十二節 這個核子親口說的見證 生來核眼的 他說從創世以來 未聽過有人將生來核眼的醫好 那我也很想試試 我沒試過 不過我試過祈禱眼蒙的 醫番清 並且我一年之後去那個地方 他聽到我去 他特意去 他要作見證 他說一年之前 我的眼蒙 你跟我祈禱 我的眼睛清了 他說我特意要回來告訴他 我一年都是清的 那我感謝神 那其中Heidi Baker 神透過有人跟他說 你將來會叫核眼的開眼 那他一見到核眼的人 在路邊去了非洲宣教 一見到核眼的人 他就要祈禱 但是又沒有開眼 他又再做 結果後來他真的見到核子開眼 就是神可以這樣 憑神即其事 還有 約翰福一章四十三節 耶穌說拉手道出來 哇 他又看不到東西 包著眼 什麼都包著 包著其實不是喝著你動的 所以不是那麼方便的 但是他都是這樣會出來 又懂得方向 就走出來 就是神的大腦 可以叫死人復活 我看到死人我一定是要祈禱的 我曾經是去宣教的時候 見到一家人死了 那我就一路坐在那裡 一路跟他祈禱 祈禱到他說 牧師 我們要走了 但是我又不會灰心 這次沒有死人復活 不要緊 我們繼續做 我們經常都深信 無論什麼情況 其實我有時我去 真的見到死人 在醫院的時候 我就會一路祈禱 祈禱到護士說 要走了 阿公 我就會走了 就是我們都是相信 神可以有這個醫治的大腦 而疾病可以有什麼原因呢 第一就是跟神關係 因為自從人類犯罪 人就有病了 罪 犯罪是可以叫我們遭遇得更厲害的 人的價值觀 那個思想模式 覺得什麼重要可以影響我們 給魔鬼留地步 魔鬼 我認識有些家庭 因為他們拜偶像 他們被邪靈影響 是一家人好幾個都是患癌症 不同的病 就是很嚴重的 而真是可以釋放的 然後呢 有些人沒有想到 負面思想情緒潛意識 內在誓言 都是會影響 有些人說 什麼這些影響的 你想一個人經常都不開心 吃東西都不開胃 睡覺都經常想著 自然的人就不開胃 即是人的身體是適宜什麼 適宜你輕鬆 平安 開心 在神的同在 你就健康 如果不在神的同在 人是會有各樣的問題的 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人的關係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就是細菌 的確細菌是引致 不過人本身有抗命的能力 為甚麼那些人 為甚麼抗命不了呢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就是他身體的 即是這些各樣的 在他靈魂裡面的 各樣的原因 為甚麼很多人祈禱之後 他又好一會 因為他又不好呢 用這個血管看 血管 塞得很緊要 對不對 這裡塞得很嚴重 他又很辛苦了 祈禱真的好 真的覺得舒服 沒有 但他這裡還有很多 都有 塞住 因為回到家的時候 他又沒有跟從神的方式生活 亦都沒有去醫治的時候 又會再重返 即是說 祈禱不是 即是 全部 就說以後他的問題沒有 是必然他整個人處理的 他繼續吃肥肉 那他就繼續又再生過了 對不對 好了 與神關係 就是 阿當犯罪之後 神就說甚麼 地就要為他長出 黃色的可以讀一下 長出 經濟獲宅禮 還有他要怎樣 汗流滅滅才德無口 直到你怎樣 跪了土 即是說 是人都要死 即是人都會死 因為人類犯罪 所以從神關係 既然會死 即是說會老 會老的時候 即是身體器官會壞 即是說起初的時候 神做人的時候 本身就不會壞 那時真的好 如果阿當下巴沒有犯罪 以後又沒有犯罪 我們到今天 出生到現在都是這麼健康的 個個的臉 真是好像BB 那樣 那麼滑滑滑滑的 個個都健康又開心 整個都開心 永遠都不會煩惱 沒有罪 永遠都不會煩惱 哇 個個都好像天使 開心得不得了 你說多好呢 在天堂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回到這個位置呢 你越親吻神就越近 即是我們不會完全 但去天堂就會了 一式就好像就是完美 並比初代更完美 因為會充滿神的榮耀 那聚經有講到 這個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耶穌就叫他 以後不要再犯罪 然後最後加句 什麼呢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那怎樣厲害呢 可以再重發 可以病得更加緊要 病情更加嚴重 即是其實 我們很多人對於罪 是沒有什麼 即是不會那麼防備 因為覺得 人人都有罪的 但是犯罪就是有破壞性的 是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 繼續犯罪是更加苦的 是必然更加苦的 你跟隔壁都講 繼續犯罪更加苦的 犯罪呢 我們不要以為只是偷東西 罵人 打人 每天煩都是 每天煩惱 每天埋怨神 不相信神都是罪 不親近神都是罪 但是你親近神 也不要當作一種壓力 謝師兄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我都說 我們一起享受神 那種心態就無所謂的 你不會覺得累的 耶穌真好 這樣就是耶穌 那些人就越來越鬆 親近神不是一種壓力 不是好像律法式 我要親近 而是說我享受親近神 那價值觀也有影響 就是說 愛世界 和世上的事 愛乎的心 不在它裡面 那愛世界會怎樣呢 譬如很多時候擔心死了 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會怎樣呢 人家每一次問 有沒有男朋友 有沒有女朋友 每一次都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 有壓力了 自己也有壓力 就是說價值觀擺錯了 我要有錢 我要成功 我要每個人稱讚我 那些人不稱讚我的時候 就覺得不開心 還有給魔鬼留地步 聖經講到 有啞巴鬼 就是說 鬼可以叫人啞巴 有邪靈可以令到人說不到話 而邪靈可以怎樣來呢 可以由偶像 靈界 而且不相信能夠趕邪靈 就是譬如他跟他趕邪靈 但是他不相信的時候 亦都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邪靈趕不走 或者聽邪靈的聲音 因為邪靈會說話的 很多人都說 裡面聽到那種聲音 而那種聲音 有兩種 因為人自己會想不好的東西 那種都是有魔鬼的影響 但是另外一種 是真的聽到那種聲音 我認識這個人 他以前有回教堂的 但是他後來沒有回 那他媽媽告訴我 他的女兒去到什麼程度 他經常都說 他有個男朋友來探望他 他不肯 他媽媽怎樣勸他 這個不是男朋友 這個是邪靈來的 因為沒有開門 他說男朋友又來了 可以整個人這樣 他未必見到 但是總之跟他說話 亦都聽過不少人 是有邪靈的聲音的 但是要不要害怕 其實不用害怕 邪靈一定能趕走 只要你親近神 一定能趕走 還有人讓邪靈控制 譬如這個癲癲病 都是趕了邪靈 癲癲病就好 那是不是每種病都是邪靈 未必的 有很多各樣的原因 先說出不同的原因 亦都是有身體的原因 但是我們知道 邪靈是可以引起的 負面思想 情緒潛意識 內在誓言 負面思想 很多人都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譬如說 哎呀 有沒有工作了 哎呀真是慘了 哎呀好辛苦啊 好忙啊 這些就是負面思想 總是看到困難 那就是人覺得有困難 當然是想困難 這個是普通人的模式 當你想困難會怎樣呢 當你想哎呀死了又難了 我們就會煩了 會沒有力了 當你有負面思想 你覺得個人不舒服 我自己都會覺得 我的問題呢 我要處理什麼 是急 心急 因為我經常都趕著想寫東西 我現在要學一件事 我就要洗碗做什麼 不要打算 待會寫東西 就是打算享受神 洗碗是想著享受神 做什麼都是想著享受神 不要說心急做下一件事 而我要學一件事 就是急 快而不急 即是做得快而不急 其實急 要做什麼都是負面思想來的 也都帶來那個負面情緒 就是心裡面焦燥 或者是猛症 怒吵這些都是的 那有些人說很難處理 那這是我們一步步可以處理的 但是你一起來就說 神在愛我 我是蒙福的 我是可以喜樂的 我是可以享受神的 那你一起來都是這樣 一起來 還有專注 越是專注 越是放下一切 不要計算時間 最好是怎樣 青印神 教鬧鐘 因為不教鬧鐘 你就要看一看鐘 看一看鐘 經常都說 咦 為什麼這麼久都未到 因為譬如你預計算了 親印神半個小時 那你沒有駕駛鐘 你就看看 一個字就站了那麼久 其實只有兩個字就這樣 那你駕駛駛鐘你就不想了 完全不想 不想時間 就是享受神的時候 你就容易得力了 潛意識是什麼呢 譬如從小時候被人欺負到大 不開心 被人欺負到小 那潛意識覺得自己不好 那這件事怎樣醫治呢 就是天天享受神 天天宣告神愛我的 神體重我 真心相信我 你現在試試 真心相信 我是神體重的兒女 神歡迎我的 神喜歡我的 一起宣告 神是很體重我的 我是很寶貴的 你不要只是口說 心真是信 我是很寶貴的 你這樣一天做 你就會入前意識 慢慢你的心就會深信 我是寶貴的 內在誓言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說 我不祈禱了 我不做什麼了 我不去教會了 就是誓言了 跟著心裡面相信 譬如說 哎呀我沒有用的 這些 就是我們不要去說了 因為說了就會信了 就會入了 有些人真的經常都是這樣 你回家 心裡面經常 就會變成 經常都有這個意念 我們就說 神下幫助我們處理這些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跟人容易吵架 激氣 互相傷害 吵架 睡覺 就是睡覺問題 很多人現在習慣 就是 到夜才想看守機會 上網 為什麼呢 因為在夜的時候 那些朋友 每個人都一起 在家 越整越夜的時候 是影響身體 因為人有個時鐘 那有些人說 我不習慣 早睡 那怎樣呢 你站起來 放鬆有人 祈禱 你這個人就這麼快 睡得著 那我發覺真的很好 就是站在那裡 一邊想著 耶穌愛我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一邊放鬆 很快睡得著 還有食物 很多人經常吃 很多的食物 總之人製造過的食物 都很多時候會有問題 最好吃自然界的 自然的 就是最好的 這個圖畫 就講到 人的三部份 這個不是 Trinity 是Tri-Unity 就是三部份 合一 就是講到 人的靈魂體 讓我們明白 一個人的運作 是有他的靈魂體的影響 那靈 在這裏說了英文 然後跟著我隔離那裏 就寫了中文 那靈是什麼呢 就是 對神的知覺性 我知道神的東西 在熟靈 有熟靈的知覺性 就是我會知覺到 跟神的關係 知覺到有罪 敏感到熟靈那方面 還有會在熟靈上明白 還有有熟靈的推動力 那這個就是熟靈的 然後魂呢 就是思想意志感情 然後 這個身體呢 就會有視覺啊 聽覺啊 味覺啊 這些的 而這三方面怎樣呢 就影響 靈又影響我們跟神的關係 魂呢 影響我們的心理 身體影響我們的生理 但是這三樣呢 是相連的 那這個圖畫呢 就講到有外界的刺激的時候 這幅圖畫比較 因為它是英文 我又翻譯做中文 所以就變了很多字在那裡 由左邊開始的 就是刺激 刺激就是你看到一些東西 或者聽到一些東西 或者有人罵你 或者有些什麼發生 那時候呢 你的感觀 就是看到不同的東西了 然後 我們的感情記憶 意志 這個就是個魂了 這個就是魂 下面就是零 上歌就是看 那經過這三樣東西呢 是全部都有影響的 譬如說 你見到一個人你以前 譬如那個人 是以前的丈夫 譬如這樣 當他見到的時候 一經過這個感情的部分 可能立即是一種抗拒感 即是他有個過濾 立即有抗拒感 記憶 記得他以前的不好的東西 他說二次 我不想見他 這個魂的影響 然後呢 靈的影響 靈有三方面 一個就是邪靈 一個就是自己的靈 和聖靈 那這三方面都影響我們 即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些影響 然後呢 就是我們的身體 而這些一切影響我們之後 我們接著就會有行動 譬如說 爲什麽那些人說話 這麽猛症呢 猛症出自 問題在哪裏呢 猛症呢 就是出自他 譬如他 他的感情上 他激氣怒吵 他各方面的 不好的記憶 這些就影響了 他的猛症 即是說 所有發生過的事 在裏面 就會影響我們的人 當我們感情啊 思想啊 受影響的時候呢 接著就容易被魔鬼留地步了 即是其實 原來處理生命是非常重要 是息息相關的 即是不要想著 我只是祈禱 有些人他只是祈禱 不過回家又跟人吵架 是問題解決不了的 我們是 需要整體 我們問問自己 我們的靈 是否單是聖靈影響 而不是邪靈影響呢 第二呢 就是我們的感情 是不是健康 或是有些負面的感情 甚麼是負面感情呢 我見到那些人就不足見 我家人我見到 又不想跟他們聊天 上班又不想見到那些人 有一個負面的感情 影響我們 這個需要處理 他不好 是不是代表我有負面感情呢 不是的 我們依然以善性惡 依然是對他好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會在感情上受錯 因為感情上受錯呢 就會影響 你看到這個剪嘴上來的 是互相影響的 那就是記憶了 我們記憶很多不好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 記得就是怎樣呢 神是幫著我的 在這些問題中 神在幫著我 這個很重要 不是記住 我很多失敗 而是在這些記憶 神在幫著我 記住神的好的東西 而不好的東西我們就放手了 我們處理 這個就需要你 天天 祈禱的時候去處理 怎樣處理呢 當你想到一個人以前傷害你的 那你就看出他 譬如假設 這個代表一個人以前傷害你的 那你想到他就不喜歡了 但其實你想一下 這個人呢 他會傷害你 因為他以前受過傷害 他以前很多受的傷害 所以他被人罵得多 所以他又會罵人 那你就看出他 其實他是很多傷害 其實他很可憐 你想像他小時候 你現在不要想著他大大隻 很光眼 你想到他小時候 被人罵啊打啊 哎呀 好不開心 在那裡哭啊 哎呀 他裡面就有一種憤怒了 所以大了之後他罵人 當你看出他 其實他很可憐 他的痛苦就連失他 然後你就能夠祝福他 又能夠饒恕 其實不要緊 其實我比他更加好 那你就一步一步向著健康去 我們低治不是一下子的 譬如一個人傷害你 不是一下子處理到 但怎樣呢 你每天處理到1% 一百日就一百% 你每天處理到些少 我慢慢 他講的話 我不再介意 因為我知道他受了很多傷害 還有他受了很多負面的思想 他裡面想的都是不好的東西 他不好的字 他出來就是不好的東西 這樣的人其實很淒涼的 當你分辨到呢 你的記憶就不會給他影響了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 但是也可以一步步處理的 當你這樣處理的時候 你的感情是盡都是健康的 跟神是健康的 跟人也是健康的 雖然有人不好 但我都是祝福他 你的記憶也是記得是好的東西 你的意志是我決意跟從神 而我們是單是被聖靈影響 不被邪靈影響的 我身體是保持健康 這樣的時候呢 整個人都會健康 人家看都覺得你健康的 好了 關於聖靈 應許我們關於醫治的經文 以賽書53章第5節 我們讀黃色的部分 因他受的鞭傷我會得醫治 神答應了的 我們可以得到醫治的 還有呢 聖靈也都講到 信的人呢 馬可福音16章17節 信的人必有神跡 除了他們就是奉我命 趕鬼說身方言 审案病人病人走必好了 真是 誰人可以按手啊 誰人可以啊 信的人就可以啊 凡是信的人 都可以按手 不過如果你有邪靈 或者有嚴重的情緒 或者罪的問題 就要處理了 如果不是的時候 是可以粗練 去為人服侍祈禱 是有幫助的 因為當你為人服侍祈禱 看著他幫助 好像今天那樣 他來到的時候 我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都可以說 按照人意 我是沒有把握的 其實我每次祈禱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醫治 我當然有些能醫治 有些不行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我就說 神你做功 還有我知道一件事 我們先求神的國 神一定祝福我們 那我就是這樣的心態 那就看著神做功了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神是定義祝福人的 即是沒有心想著 神呢 整我的 搞我的 神呢 整些苦我 嘆一下 神不是這樣的 神是 見到人就想祝福 這裡說到神的意念是什麼 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而神在我們身上有奇妙計劃 神已經寫了賜相 祂有計劃的時候 你的一心神已經寫了 祂不會寫你又病又慘又痛 那又怎樣 為什麼我病呢 我們有病因為我們不同的原因 但是我們的病中可以依靠神 神在親近神 神可以醫治 即是就算我們有問題 神有個完美計劃 我們入回這個計劃 你有沒有入回這個計劃 當你入回這個計劃 你的生命就會被提升 神同在叫人不吃不喝都不死得 有時候說 什麼這麼重要的 可以這麼厲害的呢 摩西在西蘭山上 春鞋求記三十四章二十八和二十九節 四十咒夜不吃不喝 因為神可以維持祂的生命 祂回來的時候 不單止是骨瘦如柴 不單止不是 並且祂是有榮光 因為神的同在 神就可以維持我們的生命 那我不是說 你一日祈禱就不要吃東西了 而是說在必須的情況 你可以不用吃東西 神可以維持你的生命 還有 神的 祂的生命力 可以令到你的病康復 你相信不相信 如果昔日祂能夠叫摩西 不用吃飯 可以四十咒夜是沒有問題 我們有神的生命力 會不會令到我們更健康呢 是會的 你會看到那個人 真是有生命力的 那摩西呢 到一百二十歲的時候 那時死又說 死又死 之前沒事的 是怎樣的 眼目呢 是沒有分花 精神沒有衰敗的 就是神跟祂關係這麼好 你想想是這樣 感謝神 神都給我很健康 我多謝耶穌 我希望我一路的日子都是這樣 都是健康 一路到最後的時候 阿神說 今天你回到天堂 好了 那就 一路和人祈禱之後 跟著一聲就上了天堂 最好 得醫治的方法 第一 我們一起讀 用心靈 並且輕鬆自由 起落地做恩典的討告 和愛慕神 帶來神強烈的同在 這個呢 第一就是 一路享受神 我們自己做 這麼久都是這樣 一路 耶穌愛著我 恩典的祈禱 記不記得嗎 宣告神的恩典 神在愛著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的 神要幫助我的 神的心意是祝福的 而我們愛慕神就回應了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哈利路亞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發覺 整個人 輕飄飄舒服 今天呢 Monita和Irene 是否第一次有人為你按手祈禱 不是 是 但是今天呢 他的經歷都是很好 還有一路一起在的人 在那的人一起祈禱 真的覺得好像 哇 在神的同在真的很舒服 原來神的同在就是這麼好的 然後呢 就是 憎恨罪 即是說罪是有破壞性的 憎恨罪 決於離開罪 和求主赦免我們的罪 因為罪有破壞性 然後第三 奉耶穌明斷絕和邪靈的關係 如果你有邪靈的影響的話 第四 你趕逐邪靈求主醫治 因為有些人的疾病 是邪靈引致的 那 這裡其實我講到一些 都是邪靈有關的 如果有邪靈彰影的時候呢 就沒有怕 就吹他出來 那 有什麼聖經根據呢 在聖經耶穌向門後 吹一口氣他們就受聖靈 即是聖靈可以透過催氣傳遞 而聖父聖之聖靈創造天使 天使墮落之後變為邪靈 所以呢 邪靈也都有類似聖靈的地方 但有不類似就是它是邪惡的 叫人犯罪的 是黑暗的 但是呢 它有類似就是可以催氣傳遞 和按手傳遞 所以呢 有邪靈的人按手 是可以傳遞邪靈的 那 就 當你有邪靈彰影呢 有時為疾病祈禱 都會有邪靈彰影的 他有邪靰彰影的時候 祈禱呢 他感覺到有邪靈 相信神 愛他 充滿他 神有能力 有信心 放鬆吹他出來 就更容易釋放的 因為有些人 我看著他 很厲害 他不斷撐不斷撐 但沒辦法得 我就說放鬆 放鬆吹他出來 有信心就OK的了 然後呢 就繼續了 為自己 醫治和釋放 其實原來 祈禱醫治釋放 不用什麼特別的方法 就是神的同在而已 即是 有時有些人 會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我覺得呢 那些是 可以用 我不是說不用 不過呢 其實就是神的同在 譬如有些人 他會用量度 腳的方法 這是可行的 但其實基本上呢 它不是一個醫治的方法 它是一個 量度之前之後 就是你量度那個腳 突出 然後祈禱 因為那個醫治 是不在量度的時候 是在祈禱的時候 而我覺得 不是你量度之後的醫治 不過你 祈禱完肚之後 看到那個腳 回到正常 那所以呢 我就會強調就是 親近神那一刻 而他如果祈禱一下 即是有時我見到有些人 他教導這個方式 我不是說這個方式不好 這個方式有一個好的地方 但有時他只是坐在那裡 祈禱的時候呢 他未必那麼投入 那我就會鼓勵 站起來 投入的 放鬆的 那時候呢 在神的同在 神會 有些人站不到可以坐的 神更大的同在 而他斷絕罪 和負面思想的時候呢 就疾病就更容易得到醫治的 那而我們分裂兩種醫治的 兩種釋放醫治 一種呢 就是悟性和生活的釋放 另一種呢 就是靈性的釋放 為什麼需要兩種呢 因為如果人是有情緒負面 想法和對神的看法負面呢 他就很難得醫治 因為神進不了他裡面 那所以需要處理他的情緒 被人影響啊 所有負面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日常都習慣這樣 如果天天都被人影響呢 我們的內心就會容易有問題 就容易有病的 靈的吐告是怎樣 靈的釋放就是 親印神 我們一起讀一讀 信和接受神的愛 長時間愛慕神 聖靈充滿 傳絕與邪靈關係 信必能聖我邪靈 奉主名趕邪靈 以及求主醫治 即是說其實 就算你沒有求主醫治 神都醫治的 我第一次祈禱 那個人兩個得醫治的時候 是沒有求過醫治的 是完全是親近神的 神就醫治 其實有很多次都是的 譬如Conney她離開的 她是離開的 今天沒有來到 我就跟她祈禱 是沒有求過醫治 但她三樣東西 她的眼好了 她的腳好了 以及她的失眠 我們感謝神 我們都明白 有時世上有些 沒有得醫治的情況 讓我們知道 我們不能夠說實 人會怎樣 除非神告訴你 如果神告訴你 他會得醫治 你就可以宣告 奉主名 叫你起來行走 但如果不是的時候 我們就是 我們就告訴別人 親近神 我會怎樣告訴別人 我說有很多人都經歷醫治 而很多人都覺得 就是個個都覺得舒服的 很多人都有改善 那你祈禱之後會怎樣 我不知道 但我們就有信心 享受神的心態去親近神 我們見到保羅呢 哇 神的同在很強烈 那些人將手巾 維菌放在身上 然後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 還有惡鬼都趕出去 《少人院》19章12節 我們都見過一個人 他曾經在葛培里聚會 他就有些手巾 騎了肚子之後 放在身上 跟著他病康復 但他跟著 有和尚叫他放在偶像 他又放在偶像 他又放在偶像 他又病康復回頭 即是他當時 他真的經歷到神的醫治 可以透過物件 但我不是叫大家 常用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什麼時候用呢 有些人你去不了 那你用這個方法 但如果你去到的 就不用這個方法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幫他 去愛慕神 親近神 但是呢 保羅說他 頭一次傳呼 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 因為保羅自己身體有病 哇 在這個 在《加拉太書》4章13節 所以保羅都可以有病 所以有病 需要不需要覺得自己 神不愛自己呢 不需要 需要不需要覺得自己 沒有性靈因高 不需要 不重要的 病未得醫治 不重要的 在地上沒有被醫治 另外的例子就是 提摩太 胃口不清 屢次患病 以巴伏提 病到怎樣 幾乎要死 因為他是跟保羅同工的 那保羅有沒有跟他按手祈禱呢 有啊 應該有啊 但是那次祈禱他幾乎要死 但是呢 他後來是 結果是得醫治的 結果是沒有事的 所以我們就看到 人都可以 不是一定 親近神 就一定是沒有病的 可以 羅菲摩也是病了 又是 又是跟保羅在一起的 醫治的能力是有程度的 譬如彼得 他走過的 那些人都得醫治 那保羅 手根就可以得醫治 但不是每個人都去到這個位 所以我們知道有不同程度 而這樣怎樣加強呢 我想問一下 怎樣加強呢 就是 尝親近神 放下了重疼煩惱 走在神的旨意 完全遵從神 親近神 生命完全沒有掛淚 有多去親近神 神的同在 就會帶來更大的醫治 但是我們的著重點 都不要第一放在醫治 第一放在親近神 跟從神 遵從神 然後我們才 才透過我們的祈禱去祝福人 沒有被醫治是不緊要的 最緊要是活在神的計劃 因為神的愛是經常貼緊我們 這個才是最緊要的 怎樣保持長期的健康 和沒有邪靈呢 第一 不斷建立和神親密關係 這個是最重要 就是這樣已經夠了 有些人呢 他又和神好 不過他又不處理其他問題 其實有神的同在 都會自然處理罪的 還有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情緒啊 負面思想啊 人際關係啊 還有生活方式 有些人呢 經常都不煮飯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需要 放在我們身體上的一些時間 不過有人跟你煮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煮 你不煮 因為我一看到有個人 可能他說 我的工人煮 那我沒有煮 你不煮都OK 你有人煮給你吃 就是整天都吃街外買的 始終是有很多添加的東西的 就是我們都生活方式 還有睡覺 怎樣睡覺呢 睡得好 就是睡覺之前都沒有想多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想完呢 想了點處理 其他肚子就放手了 不再去想了 那這個生活方式和人相處啊 都是平和的 祝福人的 還有呢 時時在生命充滿的狀況 用靈的討告 有得意志和釋放自然 即是靈的裡面 神就會釋放我們 這個就是保持長期的 你想有健康嗎 有健康真是好 我見過一個人 他是很想做宣教 不過他告訴我 第一我看到 是很肥很重 他告訴我我膝頭很多痛 他很想啊 很想宣教 他做不做得多呢 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即是他這麼重的時候 我們祈禱 有改善也好 但是他的重量 都是一個因素來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保持 我們身體健康 我們整個人的保持 我們照顧身體 就好像照顧了花園 這個花園照顧好的時候 是必然各方面的 生命就好像花園照顧好 即是我們的婚姻家庭 我們的造工 我們和人相處 我們內心世界 和神的關係 什麼都處理 整個人都是健康的 我們中間其實很多 醫治見證 這裡有幾個 是你為人祈禱有醫治的 整理舉行 這裡有幾個 幾個是你為人祈禱過 而你看到他醫治的 整理舉行 有幾個 感謝主 連林太太也有 感謝主 那你也試過 那你就有上心了 整天為你的女兒祈禱 時事親人神 你相信不相信 你們都可以進入這種的侍奉呢 其實可以的 進入的時候 不要有一種壓力 不行 醫治很醜怪 不要緊 是神的功 整天基神 他醫治是神的功 不是我的功 我只是神的仆人 那你輕鬆 有很多醫治的 我們一起起來 我們祈禱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求主耶穌祝福我們 求主耶穌祝福我們 哈利路日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神是愛我們的 你私恩祝福我們的 你和我們每一個在一起 你很想醫治我們整個人 雖然我們整體上 我們大致都是健康 但有時候我們可能 都有煩惱 有些不開心 可能睡覺有些問題 可能情緒有些問題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一天去處理 處理這些負面的事 讓我們活在神的愛中 活在神的同在 事事得蒙神的恩典 主耶穌在你裡面 是最好的 多謝耶穌 在神裡面是最好的 求主你醫治 我們當中有疾病的 你可以將你的手放在 你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神醫治我們 求神的大能手 臨到我們身上 求神的大能手 來到我們身上 求神你醫治 主耶穌 我們宣告你是愛我們的 宣告你是私恩的神 你是愛我們的神 你是幫助我們的神 你是和我們一起的 求你賜給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日日活在神的同在 滿有神的恩典 並一求神 興起弟兄姊妹 有這個信心 我們可以出去為人祈禱 我們可以去到 我們向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同事 我們家裡附近的人 我們所認識的人 我們的親朋戚友 我們都可以 找機會和他溝通 又找機會向他 傳福音 為他祈禱 你都可以去到 外面的地方 去公園 去到老人園 去這些地方 為人祷告 主耶穌求你使用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啊 你幫助我們有信心 靠著耶穌 我們凡事都能做 哈利多耶 荣耀歸美主 哈利多耶 從今直到永遠 阿門 哈利多耶 祝福大家 滿有神的能力 滿有神的恩典 有信心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